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家乡是云南省西双版纳戴族自治州 今天我要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戴族人的生活 我们戴族人大部分生活在云南省 这里到处都是山 我们的寨子就在一个被群伤环保的河谷里 我们这里有连年起伏的山林和茂密的热带雨林 这里还有眼象 金丝猴 孔雀等可爱的动物 尤其是美丽的孔雀 数量特别多 人们都把这里称为孔雀之乡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气候都很温和 很适合种植热带水果 芒果 菠萝 木瓜和香蕉 都是这里著名的特产呢 对了 还有我们戴族的传统美食 竹筒饭 西双版纳还是著名的茶叶产地 这里出产的普尔茶很有名 快看 这里有很多古茶园 听说有的古茶树已经生长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了 带族女孩子的服饰很有特色 她们喜欢穿没有领子和袖子的短衫 配上五颜六色的筒裙 瞧 就是这种样子像筒一样的裙子 上面和下面维受差不多 没有褶子 她们都喜欢留长头发 一般都会高高地竖起来 还用鲜花做装饰 可漂亮了 你看 有人在跳舞 她跳的就是我们戴族最有名的孔雀舞了 在我们戴族人心目中 孔雀是象征幸福吉祥的圣鸟 传说在一千多年前 戴族有一位首领 模仿孔雀的优美姿泰奇舞 慢慢流传下来 就形成了现在的孔雀舞了 表演孔雀舞时 人们会穿上像孔雀羽毛一样漂亮的衣服 跳舞的时候 舞蹈演员身体的每个关节都要灵活 尤其是手腕 这样才能展现孔雀 轻盈和灵动的姿态 瞧 舞蹈演员正在模仿孔雀在森林中漫步 点水 抖翅膀的凳子 是不是很像呀 在我们这里 部分男女人人都能跳孔雀舞 有单人舞 双人舞 还可以很多人一起跳 我们戴族人觉得 孔雀舞不仅仅是模仿孔雀的行为 更寄托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每当过年过节 或者有喜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跳起欢快的孔雀舞 现在孔雀舞已经成了我们戴族的代表性舞蹈 人们觉得孔雀舞不仅跳起来好看 还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 所以 戴族孔雀舞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 看 好多人在泼水 看起来好好玩呀 这就是我们戴族有名的泼水节了 它也是我们戴族的新年 泼水节一般在戴族六月中旬 也就是清明节前后十天左右举行 节日期间 人们会穿上各种漂亮的衣服 互相泼水 泼出的清水象征着吉祥 幸福 健康 我们认为干净的水可以帮助人们驱病消灾 年轻人还认为那些明亮晶莹的水珠象征着甜蜜的爱情 对了 这时候还可以看到精彩的赛龙舟表演呢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 你是不是对我们更了解了呀 我们再回顾一下吧 我们戴族人大部分都生活在云南省 我的家乡风景优美 这里有茂密的热带雨林 还有好看的戴族孔雀舞 我们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也是很有趣的 对了 除了牺牲版纳戴族自治之中 我还有很多戴族朋友生活在云南省的德虹 胡尔等地方 好啦 问答时间到 以下哪组元素是我们戴族的呢 A 孔雀舞 泼水节 筒群 B 奇妆 枕头顶刺绣 木拉满族火锅 C 驼驼肉 遗族撒泥刺绣 火把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